那再次歡迎大家 我簡單直播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主持人梁佳琳 那今天我們邀請到的三位獎者 本來活動 下面只有兩位 但是後來又要到米奇曼 我是從米奇曼開始介紹 米奇曼本身是漫畫家 他在日本經求過漫畫 然後他也常年關心東廣物議題 那在這一次他跟我們的第二位獎者劉輝良 是能有合作在他們的出版品當中 還有做漫畫的表現 那等一下他也跟我們分享 他在這個議題上面的看法 以及用他的作品來表現 那第二位是劉輝良老師 他在德國已經待了二十年多年 然後呢從當時留學生到現在 就是你在那邊生活 那他先前曾經寫過一本 分享他在德國的經驗書 叫做接近德國 那現在呢又特別以 我們今天的議題在寫了一個訊息 也是接近德國 但是主要是在講 就我們今天講 保小孩的保護 還有做療癒的經驗這樣 那剛剛有朋友說很想談開源的部分 那就是他談了非常多 各種不同的開源 那再來是王宇峻老師 他現在在 抱歉 他現在在 開明醫學大學院教 那也 有關係的議題非常廣闊 並不是只有 並不是只有動物保護 或者是動物補助治療 還包含了文化交流 社會工程等等各方面 所以在政策上 他可以跟我們有很多的分享 那我就把時間交給三位 因為三位好像比較希望能夠用對談的方式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我們三位掌聲 謝謝 好 今天很高興 來訪問者跟大家聊 動物補助治療這一塊 還有看看台灣的動物治療 對 我可以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的活躍生 在德國已經生活了二十多年 從1991年就過去直到現在 我住在英國士大 他是奧迪生產奧迪的總部 那我本身也是護理系業 做銀行路是走的精神科的護理 那在台灣和德國都有兩年級別 總共加起來有四年的銀行經驗 那 對 因為之前我這邊沒有特別寫到 我其實在台灣有做 從事蠻久的東保護的工作 大概在東保護之前 我就有幫忙推薦我們台灣的東保護 在海外的時候 非常努力地推薦台灣的東保護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就知道台灣的流氧狗被採的一些狀況 然後也開始有實際救援的流氧狗 到德國十多年 從1996年開始帶狗 過去一直到2012年左右這樣的時間 一年大概都帶三隻 那我帶總共算一算 有五十隻狗 就過去五十隻狗 連我先生的部分呢 我先生也會幫忙帶 所以總共大概四十隻狗這樣子 那因為有這樣的一個經歷呢 我會覺得說 以我自己的專業來看 我們怎麼來幫摩我們的動物 所以在一個比較偶然的機會 那是那時候 莫瑞士的一個教授到台灣來演講 就是我樹中學研的那一位教授 他叫德頓TRUNER 然後他是在瑞士的教授 他在那邊就是有開課 分開動物輔助治療這一塊 那我就去 一邊f11個工作 一邊週末的時候就上課 讓尚問理isia 然後也看到說 É瑞士 瑞士那他們怎麼樣來 怎麼說 怎麼樣能在這一塊上面來幫我們 就是說動物呢 他們 他有介紹各種不同的動物 各種不同的研究 然後看到了一些實力 我們知道說 跟我們臺灣真的很不一樣 我們臺灣的動物還在很悲慘的時候呢 那他們就已經發現到了 我們其實動物呢 就是可以發文的很多 而且事實上在衛士 他在蟎的那一塊 魚肉蟎的起蟎 或是可以蟎站的 這樣的一個治療復健的效果 可能呢都有肢體上的復健的效果 或不是是只有心理上的 所以魚肉蟎他們也 他們的健保有負 他們起碼治療這樣的一個費用 好 那我們再寫下來講 現在本身也是實質的 專業招呼的人 然後常常也會再報上寫評論 然後在2012到2016呢 是等過臺灣行為會長的 剛剛交際沒多久 好 那我們來請 幸福 你期待的開講 我說因為他看的很透徹 而且他每一篇呢 我寫的每一篇尾章 他都有插畫 我先講好了 既然有人在現場的話 就是首先我要說我非常開心的 參加哲學星期五 因為通常我們都是坐在下面自我介紹 而且我不知道今天是在台上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 我們其實臺灣的這個動物治療 或是輔助的這個行為 我們在電視上 其實都可以或多或少看到一些 但是其實他 因為時間有限他講的都太表面了 那我覺得今天呢就可以提到一些 就是由薇良帶來介紹 德國一些比較深入的面向 然後我相信大家就是聽完今天的主題 你們應該會對這個議題有更深入的表情 他特別製作了一個影片 然後會有一個輸入製作影片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然後有什麼問題想一想 也可以跟我們一起分享 你們看的這樣簡介的想法怎麼樣 OK 您大家好 我是李奇曼 好機配 好 這個李奇曼 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介紹一本書 就是這一本 老小孩的神秘力量 這本書是我跟住在德國的劉維良一起合作的 他負責書的內容 負責插號 他曾經呢在瑞斯學過動物輔助教育 這是什麼呢 應該就是用比較簡單的說法 就是動物一勝 那在臺灣呢 我們想到的可能會是 穿著制服 或是戴著特殊 節輕帽子 然後會去優越 然後參訪 這也算是動物一勝的一種 可是呢 德國 歐洲 有很多東西 和臺灣完全不同 到底 有什麼不一樣呢 劉維良本來在臺灣念的是護理系 後來呢到德國留學 現在呢是一個 他的工作很奇妙 叫做 失智患者專業照護人 這個是我們在臺灣 我從來沒有聽過的事業 那這就是歐洲不一樣的地方 很酷吧 在這本書裡面有提到啊 其實蜘蛛或是鳥 或者是魚 都有可能是更廣益的動物一勝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海底腫動員的牙醫 或是臺灣的牙醫 都會養魚呢 身為臺灣人 很自然的就會想 魚要擺在柴尾 然後呢水會帶柴 但是呢從德國的角度 也許會有不同的想法 就是因為患者在等待 要被壓力的時候 非常的緊張 這時候如果能夠 有一盆魚缸 看著裡面的魚 無憂無慮的游來游去 不知不覺 就會跟著放鬆 你的壓力也會降低 血壓也不會那麼高了 這就是動物療法 神奇的奧妙医友 書中還有很多故事 我現在舉例一個 就是有一個 經對人生絕望的老爺爺 他本來不想出門 不想吃飯 只想安靜的 迎接死亡 可是就在這時候呢 他遇到了一隻狗狗 那為了照顧他呢 他不知不覺的 就是每天要安時餵他 然後就自己煮飯 自己下廚 那每天呢還要帶著狗狗 出門散步上廁所 然後去公園走走 累了呢 就坐在椅子上 跟狗狗了解 不是不覺 他就變成了一個 很有生活品質的 氣質老爺爺 聽起來很像是 那種網路騙人的文章 但其實 這些都是真實的案例 其實呢 以都為主題的書 非常多啊 我手邊隨便抓 就有兩本 像是這本 為什麼 狗是寵物 豬是食物 又或者是 這一本 剛知念金書是作者 贏之詞 沒錯 他是漫畫 不過呢 這兩輪都先不要看 因為 我們先看這本 這本還是米奇麥的 三眼製作的 老小孩的神秘力量 現在剛好是 哪書起 那有很多的 簽書活動 跟現場講座 如果你有興趣 想聽聽看 這本有趣的書的話 可以看下面的 活動訊息 那也有可能會遇到 野生的情脈 我會 強迫幫你簽文化圖 其實書裡還有很多 有趣的內容 像是 知道嗎 光是 簽著寵物 就可能讓陌生人 更容易信任跟你講話 打開心法 又或者是 騎腳踏車在提外道 被流浪口追的時候 一群很大那種 這時候你該怎麼辦呢 是像你以前說的 蹲下去撿石頭 假裝丟他 他就會嚇得逃走 還是 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知道有一種醫生 可以幫你不停的按摩 寬關節 寬關節就是 高插泳裝的那個 骨盆的那個部分 你有聽過這種醫生嗎 最後呢 也跟大家預告 不要忘了 是 畫漫畫的語氣漫 那接下來呢 我 接下來是廣告 他們切掉 廣告一些自己的漫畫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 其實 應該就會 對今天的講座 還滿有興趣的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非常精彩 你要不要再補充一下 再補充一下 其實我在畫這本書的時候呢 一方面是合作 一方面我也是 等於是邊做邊學 因為我本來也是 自己沒有良從 我只是有關係這個問題 因為剛剛講的 在提外道騎腳踏車 被狗追就是我本人 然後那個時候 我也是很怕 就是會想用腳去踢他 然後就 有點要摔車的那種感覺 那我會看到有那個 愛心媽媽 為何去餵養 那 因為我每天這樣騎腳踏車 我會看到很多 這樣的故事 那最剛開始 我甚至是自己 自己畫了一本 這種漫畫 叫做流浪狗日子 就是 有關於我所看到的 把流浪動物擬人化 就是如果 如果現在是我們 然後在體外流浪的話 我們會遇到怎樣的結果 那把這些現狀都點出來 那 這本書開始畫了之後 就覺得 又學到文學完全不一樣了 像是 剛剛有提到的 動物輔助治療 或者是甚至是教育 可以 那種閱讀有障礙的小朋友 他都可以藉由陪伴著動物 然後他就比較放鬆 那他也可以念書給動物聽 那不知不覺就有練習 然後就會有很顯著的進步 尤其是一些 可能比較有障礙 或者是 他有特殊需求的小朋友 然後 那個效果會更明顯 如果自己有帶著 同伴動物的話 可能都比較多人會 跟他聊天啊 跟他做朋友 都有差 不管是年紀大的 或年紀小的 我想有養動物的人 多少都有這種感受 不過在台灣可能 還有一些主義 因為台灣養動物的話 還有 蠻多人會排斥的話 其實 也容易造成對立 這一幕跟台灣的現象比較明顯 然後我在書裡 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 他就是說 本身有殘疾或殘障的 不管是成人或小朋友 其實也很適合就是養寵物 那成人的話呢 他可能會選擇 他有可能也會選擇 有點障礙的寵物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陪著他 等於好像自己沒有那麼寂寞 那或者是說 譬如說有做輪移的小朋友 他帶著一隻狗的時候 大家好像就會忘記 他做輪移這件事 就會先聊 你的狗好可愛 就不會 就有一個話題 就是你可以跟他更自然的相處 那這些 我們很難去量化的東西 反而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我們 常常很多像 剛剛有說節目篇幅的限制啊 治療權或者什麼 他都會比較有一個功能性 就是你做完這個之後 你馬上就可以怎樣 但是有很多心理層面的部分 我覺得是 好像我們比較沒有時間去 顧慮到也沒有去重視 我剛剛聽說這邊有一個心理師 那其實也沒錯 在歐洲 或在瑞士 美國 或德國 現在已經開始 都會帶他們自己走 做一個媒介 因為基本上要做心理治療 很難對小孩子用語言的方式去治療他 因為小孩子他的語言的力量沒那麼好 所以基本上他們會有讓狗過去 然後讓小孩子取得小子 就是跟狗建立一個信任感 藉由狗的信任感 再去建立跟心理治療室的信任感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看在這邊說 都輔助治療室優語言 聽起來很多 譬如從科技啊 產業創新啊 優語症 精神科的方面 然後還有失智症 自閉症 游敏 藥癮 學習障礙 過動兒子 還有肢體障礙 更生的等等 這些喔 總之最重要的就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其實我們人 我們人跟東文這個自然的營養 源自於我們自己非常動物性的 關於職能 應該這麼說 這個研究呢 說起來也蠻晚的 我們台灣這一塊都幾乎還沒開始 在1980年左右 美國才開始在一個歐蘭的機會 一個慎為學家 他呢 只是 他只是在醫療團隊裡面 他要做一個研究就是說 會 就是一個 心肌梗塞 開刀完以後的病人 他要回復的狀況 是什麼 社會原因呢 造成 他回復比較好 或者是回復比較不好 所以他在那個 那個問卷裡面 就有寫了家人啊 朋友啊 或者是其他可能的社會因素 然後呢 他就在 那個因素裡面 就把動物放進去 這樣而已 然後 繞出來的那個 大數據人知道 就是 動物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明顯 是一個 幫助回復 這樣病人的一個因素 所以 所以就是有療效 有一樣寵物的 癒後會比較好 對對對 那他們大家都覺得蠻驚訝 因為這個 對於一般醫療人員來講 是 不容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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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識到的 因為我們醫療人員 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是藥 吃藥啊 不然就用講的 interview啊 用各種方式 但是 你說動物 會是一個 回復健康的因素嗎 就很難這樣 就很難想像 後來他們那個 醫療團隊的醫生就 就好 那再讓一次資料 結果 真的還是 動物 那有什麼科學的解釋嗎 科學 對於這些研究學者就要開始想 欸 是什麼 原因真的會有這個因素 是 呃 他會是 回復我們健康的重量因素 後來他們再去找 欸是 特別的動物才會這樣嗎 還是 少數 跟我們人比較親近的動物 才會這樣 那 大家要猜看看 對啊 就是你們覺得是 限制於跟我們 一 比較親近的哺乳類動物 會 比較有療效 還是 所以 所有的動物 不管是 療養蜘蛛 療養烏龜 然後 療養變色龍 都有可能 我們現場 馬上做一個 現場的投票 覺得是 一的舉手 哺乳類 哺乳類派 好 謝謝 那覺得是 二的舉手 世界大同派 欸 一半一半 大家概念還不錯 研究出來 答案是 世界大同派 就是 你不管你養什麼動物 那一隻動物 只要是 跟你有個別的感情的 你喜歡牠 你接受牠 你接受牠 你 對你回復健康的一個 可能是 就是會比較好 我本來以為是 因為就是 有養狗的人 每天要帶牠出去散步 所以有運動 強迫運動到 所以 所以 回復的比較好 但是 這樣有呼應我們的樹林 就是 神秘的力量 無法解釋 為什麼 養蜘蛛 養魚 各種都有可能 對 所以現在那個學者 他們又要再去想 為什麼 所有動物都 會幫助到我們 而不是像我們之前 假設說 就是只有 可能是貓媽 或者是狗 對 這跟我們猜測都不一樣 後來呢 他們 我們又會再去想說 在前一步 我們動物為什麼幫助我們更多 而且有的時候 是比人還要 還要多 你看我們匯聚一些例子 他都等不到 像導盲犬 有很多人 你上次都在變成導盲犬 是你的情勢 對 導盲犬這個 也是有一個 非常具體的數據 就是 就是 盲人嘛 盲人他們 養導盲犬的 研究來講 是完全沒有自殺的 的案例出現 然後當然其他盲人有一些的 所以 就是可以跟證明說 用導盲犬 他生命 生活的品質比較好 他也不會想要 讓那麼優勇 而導致他想要自殺這樣子 所以 這個也是一些因素 剛剛我提到的說 動物性的這一塊 他們有提到說是 無言的溝通 無言的溝通 這個很重要 無言的溝通 有時候翻譯 也很難翻這一塊 但是 也就是說 我們人小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 其實也不是只有小的時候 我們自己現在也還是動物 有沒有人否認自己是動物的 沒有 對 然後我們自己好像人類就會有 當然講我們有異性啊 我們有性宗教 所有不同的動物 但是 我們也不能否認 我們就是動物 那當然在 兒童 我們在念人類發展就會知道 你們兒童 快幾歲的時候 開始會講話 兩歲嗎 還是三歲 有看一看嗎 幾歲會講話 現在還講 兩歲半 很好 差不多啦 我小孩兩歲 兩歲會開始講第一 幾個單字嘛 然後再慢慢來 所以還蠻晚的 所以兩歲之前的人類呢 還沒有完全社會化理情 或者說 沒有到我們人類期待的社會化理情 它其實就是動物 所以在研究裡面也發現說 真的啊 動物跟小孩子 他們的溝通 會比我們成人好很多 而且直接很多 我們人類是 成人以後是沒辦法 取代動物跟小孩子的溝通 對 然後還有一個研究 蠻有意思的 就是 小孩子 兩歲的小孩子 我有一個朋友 小孩子真的這樣 他們可以辨識鴨子的臉 然後 那個例子就是 我小朋友 小孩子兩三歲的時候 到河邊去 他每天都會在那裡我 就是散步啊 然後再去那邊走動 然後呢 他都會 鴨子上來 他就會叫名字 就是小名啊 小花啊 他們講 媽媽也很驚訝 他可以辨識鴨的臉 那這個也是有報告 有研究報告 確實 我們不只是動物 跟小孩子溝通很好 比小孩子 跟動物的溝通 都可以看出來 他們是懂得 他的臉是不一樣的 可以叫出名字的 反而是我們成人 到了大以後 我們要去觀察 信心的行為的時候 那個大人要去觀察 信心哪一隻臉 哪一隻臉 還要受訓練 才會知道 信心的臉是不一樣 而且有個別的不同 所以我們是受社會化以後呢 漸漸的非動物性 那就 又有這一塊不一樣 所以他們也有 會後來去發現到說 對沒有錯 動物本身就是 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基本的 動物性的一個溝通在 所以 不管怎麼說 小孩子在他 成長的過程中 他就是他最直接 可以信任 而且感覺到 平等的一個 同伴 那就 書裡面有一個 印象還滿深刻的 就是 他有提到就是 家裡有小朋友的時候 到底 該不該適合 兩寵物 那我們在 東方的這種 或是我們想像中的 我們都會說 啊 家裡要把有貓有狗 可是他才懷孕呢 那我是不是要把他送走 可是書裡好像有提到這個部分 就是 大家覺得就是 有小朋友的時候 有貓或狗狗 或是其他寵物 或是其他寵物 會不會有這樣的影響 這個當然大家都會 一定會想到了衛生問題 一定會 但是呢 我有一位朋友 他教我一些 一些 就是一些辦法 我覺得還不錯 可是也去買了小狗 因為我家 那一隻狗 當然兩年前過世 我小孩子12歲 他 我懷孕的時候呢 小孩子 小一隻狗 一定六七歲 那我 就是 也要知道說 欸怎麼樣 讓這隻 我們自己懷孕 要 就是 新生命的跟小孩子 這邊的互動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朋友就建議我說 小孩子 剛生出來 他的尿片 在醫院裡面 那個尿片 還可以帶回家 然後 讓我的狗 先知道說 欸 未來要來的這個人呢 是我們的家人 這樣 我會讓我先針在外 讓他聞這樣 聞那個尿片 然後他知道說 欸 有這個新生命要來 那我們也無法判決 到底有沒有 太大的效果 但是回來之後 也沒什麼問題啊 就是 相處上 不要OK 而且我小孩子的個性 也非常的 嗯 就是可以跟人家交往 交往得很好 那 研究報告也是有提到說 養貓跟養狗的性格不一樣 你們猜猜這點會有什麼不一樣 你心裡 對 心裡是可能會比較 有一點概念吧 嗯 你們覺得 貓跟狗的個性 應該就是比較不同 對 就是養貓的人 和喜歡養狗的人 他們 性格上不太一樣 養貓 我猜嗎 我是你覺得嗎 你覺得養貓長會不會比較懶 就是 比較什麼懶 比較懶 就是貓可以過著 自己獨立的生活 我們可以互相就是 不要干擾對方 然後 就像剛剛講 他就是在房間的某一角 然後我偶爾可以看到他 我就 有一種安心的感覺 那狗狗應該就是 比較社會化一點 就是 他很瘋狂的想要你陪他 對 所以 基本上 是有一些差別 就是喜歡 就是從小跟狗長大的人 他就是個性上比較 開放業 然後喜歡交朋友 然後養貓的 他就比較獨立一點 他是個個性比較獨立一點 他也不喜歡 那個工廠來找他這樣子 個性上比較獨立一點 不過你剛剛講到說 那個 不管是怎麼樣 你有沒有碰到那隻動物 那隻動物在 存在的一現象 其實就會讓人家蠻 蠻舒服的 你有這種感覺嗎 對 就跟人不一樣 就是 跟另一半感情再好 但是持續的 相處太久 你有時候會有一種 惡妝的感覺 就是你會覺得很煩 或是 你要找他吵架 可是 對於動物好像就 不會有這種感覺 對啊 基本上 沒錯 就是在研究裡面 也會知道 不過我覺得這部分 也許有文化差異 我一直不敢確定 台灣的狀況 因為說 台灣文化上 這些這種動物 不這麼高 但是有可能會更好 也不一定 研究裡面 就是提到說 只要動物的存在 甚至是狗 它就是 只是來到 譬如說 小朋友 在 這樣 小朋友 聚在一起的現場 那他們其實就 有安定的力量 他們會 將理學壓迫 那個脈果 先低這樣子 然後甚至呢 在班級上面 學習上 也會 注意比較集中 然後會 學習教育也會好 好 我們 尊重到下面 這個字大家看一下 動物的神奇 一定要需要獲得 尊重和保護 再來 風美婚 如果這一塊 他們就比較重視 不然他們爆肝 這樣子 我自己講我的例子好了 就是我看到 其他的 寵物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沒有養過寵物 比較不知道怎麼去跟 互動 跟他互動 那我看到 有的朋友就會 去問說 我可以摸你的狗嗎 他叫什麼名字 那這個就是我所不知道的 我就會變得是有一點 剛講 就是 喜歡但有點怕 就是 遠遠的看著就好 或者說 可以幫你的狗拍照嗎 這些都是一個 尊重 因為有的狗 也許不一定喜歡人家摸它 對 你如果突然去摸的話 也許 對 會被咬或是這個 那這個就是 我覺得 可以有的一些 小程式 對 這一張就是 講到說 我那時候 帶狗到 跟國區 那 他們這些艾辛奧娃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 挫折 因為他們在台灣 就是 宋揚 他們幾次都沒有辦法成功 然後 宋揚出去的那一刻 我們把他帶到國外去 他們雖然 很希望他出國 可是他心裡 是非常矛盾的 他還會困 他們這些媽媽都會 就像自己的孩子 要到國外去 永遠看不到這樣子 所以 這次我情境之下 都覺得說 欸 你們應該就像 那位朋友講 怎麼開園 怎麼開園 好 我們可以加一張 這個 想要傳業餐心 跟 王老師要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平常都覺得是 動物其實是 我們要施捨 我們的怜悟給他 才可以保護他 可是 現在越來越多 比方說 這個畢竟在Google 不過我們知道 Google的那個 工程師是 允許他們帶他們 去當工程師 那你各位現在越 越查 最近有一個名詞出現 它就是叫做 毛小孩 會帶來毛經濟 那其實是很好的經濟 經濟能量 我們先想一下 我覺得這個可能 應該越來越多 會往這邊走 就是 剛剛講到 這些神秘 這種幫助人家療癒的意量 其實很多時候 不是我們機械性的 設施可以達到的 那特別是今天 我就簡單講 你看今天我們高齡社會 歐洲國家也是高齡社會 為什麼他們很多時候 設計的產品 就特別有溫度 所以市場就賣得好 我們台灣是 也可以算了 科技代工大國好了 代工製造的大國 過去 所以我們的工程師 工程師也很有效率 但是我們工程師工作的時候 有什麼東西爆肝 那個生產 意思就是說 勞動條件不太合適 勞動條件裡面 並不是很尊重人心 還有一點就是 我覺得我們工程師的 養成教育裡面 其實並沒有去練習 怎麼樣去體貼人的需求 就是我們會不容易設計出 有溫度的那個產品 現在這個有溫度的產品的 要求快 就是你一個產品 有辦法突破 有辦法勝出 那我們覺得 現在開始就 各位來陸續找 我們今天沒有特別往這邊走 就是各位可以找很多資料 越來越多 我看到了更多的資訊是說 你看寵物 它其實就是可以訓 比方說 我可以透過工程師養寵物 或是它跟寵物的互動這一塊 它可以讓這些科技人 會知道怎麼去練習去訓練出 它會懂得說它要設計的產品裡面 必須要包含人跟人的需求和溫度 這才可以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查 那我就覺得毛經濟真的是 會越來 等一下會讓我講到 像失智者而已 我們沒有 我們就是居服員 就是人手不夠 而且也不一定 每個居服員就適合去陪伴 某一種 有某一種情況的孤獨老人 比方說 可是像在歐洲 他們就會善用這種 動物的一個媒介 或者等一下 未來會講更多 其實它會解決 社會行為的偏差等等 比方說捷運站 有個朋友講到說 現在注意看那些公共運輸 捷運站 很多會開始設置一些 像人工瀑布啊 或是有鳥叫聲 鳥叫聲 或者可能是有花園什麼 為什麼 因為像那種那種 隨機性的殺人事件 暴力事件 像政潔事件 那個暴力者 其實他的行為逐境 如果他在一個非常緊張 高度緊張化的環境 像捷運站 像捷運的運輸 其實會激發他 去把他的暴力行為誘發出來 可是反觀 如果說 我們當然是後顧 像這樣的一個潛在性的暴力者 也許他就走過一盤魚缸旁邊 或者是一團的人工戶物旁邊 他的那個緩和效果是非常受能力的 那現在這種公共運輸跟捷運站裡面 都開始會出現這樣的設置 聽說馬來西亞的機場裡面 甚至有真的鳥在飛 然後裡面有那個樹的叢林這樣的設置 這個也不只是在歐洲 我前一任看到的新聞是泰國 他們的辦公室 工程師辦公室也允許他們 工程師帶他們自己的狗去 甚至有工程師看別人的狗 他自己也想要去養一條狗 聽起來不錯 就是帶了狗 你就不能加班到太晚了 對不對 就是要帶牠回去 有時候好像也是一個不錯的藉口 就是我們有時候 人會把自己逼到一個極限 但是你帶著人陪伴道路的時候 你不會自己想念要為牠的想念 那基本上還會可以讓牠去下站步 或是環和辦公室的那種氣氛 然後在創新想點之下 如果你不然畫一畫想不出來 就變成喜歡狗的人 牠就覺得創意可能會比較有吧 對啊 而且我剛剛看這圖 我就想到還蠻適合聯誼的時候 因為像現在很多窄窄都是 平常沒有跟人家講話 你突然要認識一個對象 你也沒有話題 可是如果有一個帶著狗狗 然後或是包包 你就可以 你也喜歡啊 不知不覺可以聊起來 而且你也不需要自己真的去養 因為你可能你自己不懂 也許這也是一個新的服務 就湊成了一對 對 家話 然後你也知道說 如果要飼養動物 你該注意什麼 而不是 你為了信人家注意 你就直接去 直接養後來不適合 這樣也不好 另外 也讓對方知道你是喜歡動物 因為有時候 如果另一半不喜歡 或是兩個之間沒有公式的話 那也會造成一些婚姻上的問題 也會 對 這個好像書裡也知道有寫到 對不起 我們看一下這一家 他試想要說 我們現在裡面又多了大型水機關 其實很多一部分 是人想要去尋求一個安全感 這樣子 那種呼喚人類原始安全感的記憶 那這個部分 在學者研究裡面 他們也提到說 這可能跟我們以前 一兩萬年前的狩獵時期 我們人類還沒有這樣子不明之前 那那個狩獵是其樂 大家要聚集在一起生活 然後比較緊張的狀態 對 然後如果說我們看到這樣子 游動的魚或者是水草 我們就會感覺到比較安定 甚至是在 只是看到說草原上的 草原上面是本來應該會被 因為 倒虎啊 或者是那些 獅子追的那個路 那之後 他如果很平靜很悠閒的 躺在大草原上 那樣的一個畫面 我們人也會覺得 自然而然的安定下來 那個原因就是 呼喚到了我們 人類原始安全感的記憶 所以就有這一部分 我們在講到說 他們可能可以更延伸的開源部分 在更生人的計畫這一塊 確實是 讓我們有一些 我們要講的是說 有一些 我們自己對於高利 這一塊的意思 可能沒有不清楚 比如說 有些人小的時候 他有練在動物的時候 我們自己當大人的 就是要 嚴正的告知 或是警覺到 其實他們也有暴力的傾向 或者是暴力的潛力的人 那這個部分是說 有些更生人 甚至實際的例子 在英國也有看到 一個女性的更生人 他養一隻狗之後 他就 他就想要擁有這隻狗 要讓他成立一家 他到現在來之前呢 他是一個自暴自棄的人 他覺得 反正人家都已經放棄他了 然後他也沒有辦法 被社會接受 後來他自從在監獄裡 有一隻狗之後 他就想要好好的 跟他成立一家 想出去 結果就不要進來 那台灣我聽說 來新竹還是哪裡 已經有看著做 但是 正常的一個計畫 好像個別一點很差異很大 就是在法国方面他们接受多的 大家请大家把这样的观念多的推广出去 应该对 也是文化跟观念的问题 就是你都被关了 就是要好好反省你还养狗 养丑物我自己都养不起了 那这个其实再想深层一点 你想让他在这里面就是改过自信 那不就是应该要让他更有同理心 然后他过得好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啊 就是你就希望他出来之后 能够跟我们一样就是又回到社会的话的感觉 所以借由陪伴动物我觉得会蛮好的 就是刚刚讲的跟人相处是不一样的 对 跟人相处有那种权威感 社会阶级也不同 比如说是我的爸爸妈妈或者我的小孩 或者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我们还是有一个社会角色不同 可是跟动物就没有这一块 那基本上他们确实也会 减低一些暴力的状态 最重要的是会让这些人有发展出 他自己照顾整个角色出来 因为他们不管过去的背影怎么样 他就是暴力倾向反社会性的人格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很难用人的方式或用药物的方式 或者用心理自上的方式去矫正他 那其实不管照顾一只狗 或者一只猫 或者是一只鸟 或者是一只蜘蛛 一只兔子 那只要他喜欢那一只动物的话 那他就会引发出来他的责任感 那他就会想到去照顾他 你看说心里有一个洞可以用 会受刑人他可能就是心里没有那么完整 那可以是宗教的方法可以是怎样 也可以是动物的方式去补起那个洞 我觉得就会好好做 也许有了不施宗教这一趟 那个抱歉我打断一下想确认一下 所以刚刚讲的是说台湾现在的更生的人的情况 你们都没有 有提出新章的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 所以我没有特别提出的表情 那所以现在陈孝也还没有一个官方的报告 所以我不让他们现在对新章的尝试的评价 可能是如何这样 比较可惜的是 虽然我开始做但是没有给他推广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是 我自己去台中市这次动宝树 他们有邀请过去 就是在谈这个问题 他们自己说 动宝树附近就是什么女子监狱 然后监狱其实就很方便可以过去做方式 或者是让他们行为有一些改变 或者是养成他们比较负责任这样子 可是他们就说 然后幕内也没那么open 这一关还蛮难的就是 所以台中市动宝树有兴趣 对 但是法律局那边大折这样 对 也许缺乏理论技术还是缺乏什么技术 anyway 因为或许以后这会可以找来事业来谈 台湾的预证 预证已经讲很久了 是 然后旁边那个照片就是讲青少年来讲话略 然后一样青少年他们在那个 这个时期就是比较不喜欢听大人话 对 这个中恶病 对 然后一样他们如果跟狗啦 或者是放过物资鸭子啊 或者是在他们的那个住的地方 如果有一些可能是让他们照过的话 成果也会很大 因为在我们写的资料里面就有提到就是非常多的这样的正面的例子 尤其是药癌的病人也会有关系 或者是精神科病患 我们现在说的 那个知觉失调症 就是以前的精神分裂症 在精神分裂症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就是 我们临床上看到那种很难解决 很不能解决 就是很难去了解 他就是活在自己世界那种僵质性的自觉失调症的病人 他整天就是都跟外界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他就是自己在活在自己的想象中的 他有一次他们就有一只狗到了病房 然后这个病人突然就站起来 然后就跟着那只狗走 然后最后还会问说我可以摸这只狗吗 他想像如果走过临床就知道 如果这样的病人 我们真的看到这样子的改变 会觉得是非常大的成就感 因为我见过这样的病人 他们真的连吃饭都不会想要去吃 也喝水也不想去喝的 那因为他真的也蛮严重的所以 那看到一只巨大的变化 我觉得非常兴奋 这样一个Cache Report 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 那要引病人一样 要引病人他们在拖延 也就是说你要帮他借药的时候 他也会很痛 那病房里面会有这样的风在 他不一定要去跟他互动 可是他如果看到他就会比较顺子 也会让他的注意力 可以就是集中在到后上 也有这个部分的不一样 所以在精神科的部分也是可以退的 不只是抑郁症 因为台湾对于精神科或是医院的想像 都是比较经常用药物的 医院就是要好卫生 不能有所有的增加的过敏啊 感染啊这种的 这样就比较可惜啊 因为其实 尤其是精神科这一块 他们其实本身不在于 他们的卫生条件问题 而是他人生心理上或精神上的问题 那比较更需要的是 如果有动物直接进了互动 会 如果他们可以接受 我刚刚讲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 我们人要能够在小孩子的时候 就可以接受动物 然后有一个正面的经验 那我们以后也不一定要养动物 可是有一天我们年纪到人生的某个阶段 真的有状况或者是有需要动物帮助的时候 他才可以帮我们 这是基本的道理 也不只有狗啊 就是说动物都是这样 那在这边就是要强调说 我们一些大人在教小孩子的时候呢 不要去排斥 让小孩子去接触动物这样的机会 因为小孩子本身呢 他是不会有任何主观说 我讨厌动物这样的想法 大部分都是大人告诉他的 那因为我们小孩子都很听大人话 所以就会造成小孩就是会怕动物 或排斥动物或讨厌动物 那其实我们小孩 我们大人如果能够让小孩子 可以接受动物的话 其实以后被动物帮助的机会比较多 多一种选择的可能性 不要阻碍了他未来被帮助的可能 对不对 好 看一下 对 这个在林中的陪伴也是 好 刚刚讲到那样的原因 那这边有兔子 那我们讲一下这个兔子的感觉 这个我看到张照片 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幸福 就是你即便是亿万富翁 你要走的时候 也可能离不上他现在的开心 就是你也不用对他说些什么 就是如果他是愿意让你摸的 然后有一个体温在那边 我觉得如果是我 我会希望我中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不知道有没有摸过兔子 有没有摸 有没有摸 有兔子的毛真的很好 你讲嘛 我也有皮包 但是兔子要注意 因为他们有些特性不是很小 就是接近人的话 也不容易让人家摸 那个大概都是小时候 有跟人相聚过的 所以比较容易接受 好 那刚刚这个 也是一样的一种病人 我要讲的是说 欸 我真的有听过 我在瑞生上课的时候 一个志工的分享 好 那那一次就让我 其实也满深刻的 就是有一个志工 带着他一只狗 去一种病房这样摊食 然后有一次那一只狗呢 就没有跟着这个主人回去 他就跳上了那个床 就舔了一下那个病房 然后才下来 之后才跟主人走 但是主人觉得蛮奇怪的 真的 这只狗今天有点反常 他就出问护理师 请护理师过来看 然后护理的人看了以后就说 这个人刚刚过世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让我蛮感动 我们走的时候 有一个知道我们人要走的一个生命 给我们最后的温暖 那确实的我们人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亲人走的时候走这样子 可是动物知道 那我最近还听到一个真实故事 猫也是 猫也会 在人走的时候去跳下去 然后给它一个温柔的这样子 我的报告里面 犹豫症病患 我对人听了 犹豫症病患 猫它会感觉得到它的 它的主人最近很忧郁 不快乐 它会比较过去 比较亲近它 这张照片是我的照片 然后我刚好坐在这张画面前面拍到 那只狗是我朋友的狗 我带去 那我自己是专业招呼人 你没有听过这个 我自己在台湾没有听过这个 这个工作就是 接受一个短期训练 然后去帮忙 不管是机构的一个老人家 或者是家里招呼人 他们有时候需要 招呼人需要休息的时候 或者是要不允许带是他去招呼 我招呼的工作不是护理工作 就是纯粹如果他喜欢画画 我就陪他画画 如果喜欢唱歌 我陪他唱歌 如果可以让他出去散步 我也可以让他出去散步 就这样 就是很成功 然后 可是这几年来呢 我就越来越没有成就感了 因为这个老人家 他三年前我在照顾他的时候 他其实情况还不错 他会唱歌 他会把德国的那个名书歌 要从第一页唱到最后一页 我很多歌都跟他学的 然后他现在就都会讲话了 然后歌也不唱了 你跟他讲话 他也不理你了 然后就没有什么反应这样 最后呢 我最近带了这只狗去看他 因为这只狗很喜欢吃东西 我就先喂他吃东西 然后他就跳起来 他就蛮爱的 跳起来 后来呢 那个阿嬷也没有什么特别反应的 我就把面包放在旁边的桌子上 他也没有特别反应 我就开始划我的手机 刚刚突然出现这样的画面 就在我的面前 然后那只狗就跳起来 吃阿嬷的 喂给他的面包这样子 那我正在看的人是 有点点高兴 可是也很酸的那种感觉 因为毕竟受过专业训练 拿了学位之后 最后就是还必须要靠这只 贪吃了狗狗的帮忙 然后才能突破那台的心法 刚刚讲这一段已经 应该很像是那种电影的剧情 是吗 你有话你有话 对对对 对啊 确实是这样 然后我后来自己的观察 也会觉得像是病患 他们失智状态到底会来越严重的时候 还有预言能力没有啊 然后很多失能的状态 他会回到像 我们人走了一圈 像圆一样 到了那个年轻大的时候 甚至就会回到像婴儿状态 那个原始的状态 就是我刚刚强调到说 动物性的沟通 现在又会再重新出现 我们人失去的那种 认知能力的时候 我们又回到婴儿那种 动物性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 比较在动物性的帮忙 会非常直接而且有效 因为确实是动物的部分 它跟远距不一样 或者是跟其他的跳舞啦 或其他资料不一样 就是动物它有味道 它有毛 你可以摸它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 就是拥抱它 你不用担心说 会有什么来与角色的问题 那然后你会有照顾角色出来 那其实这个东西就 就是直接是 就是你可以亲自都可以体会到 那个温的味道 摸的感觉 温暖 那个狗的温暖 或是动物的温暖 然后因为你身为人 或者说它可以引导出人的心理上的 灵感度会提高 如果要用学者的说法 我们有很多种说法可以做 可是如果有 我不知道你虽然怕狗 你其他的动物 你有曾经有什么经验吗 就是比如说猫啊 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就是会有人在踩你的胸口啊 然后你虽然其实也会知道说 没有它可能只是想要吃东西 所以要叫你起来 可是那个时候是非常的舒服 或者是它就跳到你的腿上 然后你就 其实很想去上厕所 可是又觉得不行 它在我腿上 就会有种动不了的感觉 都会有这种 蛮贴心的小时刻 所以你有机会 以后有学校的时候 好 我们再读一下一下 所以刚刚提到说 我小孩子这个部分一样 就是它不会有那种对权威的句话 它就是把它当一个他生命中很重要的朋友和伙伴 所以其实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如果我们台湾对我们的狗不友善的话 或者是常常使用暴力相向 或者是大人的一些错误示范 你就常常打拼拼口 或者是就是谩骂 不管怎样 其实对小孩来讲 他的受伤还蛮大 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讲 都是他们的伙伴 就是他们的朋友 就等于说 好像大人 他持续生活在一个 他的朋友被欺负的状态 然后他又没有办法为他伸张正义 所以他们小孩子的幸福指数蛮低的 对 差不多这样 对 想象中就会说 反正不要去摸那个脏脏 就是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会有这种情况 那如果你小的时候都知道 就是有这种相处的经验的话 口水 我也有口水 还是没有口水 等一下去洗个手就好了 其实不需要就是有那么害怕的感觉 好 那另外一章是讲到马治疗这样子 那其实就是骑马 他有刚刚提到那个高插曲的 那个 穿关节的按摩 就是那里 他其实他跨坐的时候 那个角度 就比较像我们人在走路的 那个走路的姿态 那他在走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按摩 那个细微的按摩 是对人的关节的分析 是有确实明确的治疗效果 对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瑞士的健保有负量的治疗费用 然后另外在小孩子 左右的方向混淆的这种情况 小孩子也会受到一个治疗也会有脚症状 因为有些人想讲左边 可是就讲右边 反正讲不清楚 对 好 我们看一下 大家如果有什么 想靠其的想法 或是有什么心得都可以准备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讲一聊 对 这一块我们让网友说 是这样讲 就是说 其实 尼克勤的那个 他的在 微量的第一本书讲 那个 接近德国 其实他更多日常生活 那我们 台湾对德国的好奇 最经常被问到 大概就是新移民的问题 新移民 他怎么解决一个百万难民 来到他们家 就进入这个国境内 那当然推进大学 虽然那个 梅克尔总理也是全上 但是有百分之十六的 极有 就是说 非反移民的这个势力 所以这个问题 还会持续下去 不过 我觉得他们的 我刚刚提到 那个 我本来比较关心 我其实关心的就是 高龄 高龄强照的问题 就是 他们这个 欧洲国家 也是一个 骚子化高龄的国家 那他怎么做 那你怎么做 为什么我们 比方说我们就 财源的问题 也没有办法解决 真的好好照顾 我们的这个强者 那为什么欧洲国家 不仅做得到 而且 他们的产业 就是他的产业 还继续有创新 然后 幸福快乐的指数 还是最高的 这个北欧国家 那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 就是 注意到有几个现象 就是 我觉得他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感 是很强的 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感 所以现在开始就有很多 长者 就是说长者 就是台湾 就是说他借零退休 或什么 他就开始想像他未来的 老后的生活是 会跟一群朋友共住 所以开始这种叫 共住的住宅 形式的图形 最近 因为在德国 大概前面 这五年内 非常非常的流行 开始流行 台湾现在开始 就是 大学生的宿舍 是不是可以跟 独居老人的住宅 可以 想办法把它 放成 就是变成一个同样的需求 我们现在在新北市有 有这样的实验 我个人认为说 那就不一定要 什么机构学推 事实上 自己 我们自己觉得重要的时候 公民就必须要出来做 那 刚刚 你们会问 威良他那个动物 德国没有流浪犬 我们会想到 那我寵物店也不可能 把狗 放在笼子里面 去卖 然后 或者是 猫放在笼子里面去卖 因为狗是毛小牌 是真的要教育的小牌 这个观点 然后我们可能 今天还有刚才可以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 一个很短的短片 其实他就是提到说 这种跨世代跟跨族群 他刚刚还有介于 人跟动物之间 共跨物种 事实上就是信任的关系 那 比方说 那个 我现在讲 我回来讲移民的问题 其实难民问题 并不是几个民心的政客 比方像美克的总体 或是政党 去主导 你看 由上而下 是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事实上 德国人很多是 银房的 银房的志工 他觉得看到说 哎 这些人都来到我们门口了 印度斯达斯门口 算是平均收入最高的地区 澳地总部在哪边 你看他们那个 因为有几万难民 2万 不到1万 不到1万 但是也是有难民 但是你看 他们不会担心说 这些人来 我们的房地产被拖垮 跟价位相差 事实上是 他一些朋友 这些朋友可能只是 一般的民众 他也不用政府来指示他 他们是主动的套出来 他们可能像 国际咖啡馆 等下我会看一个 这样的一个空间 让他们本国人 跟这个外来移民 能不能有办法接触 然后银房志工 可以主动去跳出来 做很多社会服务 那你想想 如果他把移民的社会 融入这个问题解决 事实上 这个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就是暴力的问题 以后那个社会纷争的问题 还有 这些国家都是少子化 非常严重 新的移民来 这些其实难民 有办法逃到各国 好像叙利亚一直逃 事实上 不少都是年轻力壮 不必讲说年轻力壮 而且很多是为了 他自己更小的小朋友 才会这样冒到千辛万苦 这些人都是以后 非常重要的 导动力 或是照顾的人力 那你今天把它整合进来 其实就是这个社会 到底是应付困难 还是有办法把它转型 那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能量 才是真正会 是一个更大的眼光 那其中一块就是 因为被生命的尊重 你对人的尊重 其中一定会延伸到 就是对 把毛小孩当成一个生命来尊重 那我们今天是更反过来讲 不是用施舍 就是我们施舍给他 而是说 你其实尊重这一块 回馈你收获最后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 因为他的 重视他的在扮演疗愈的可能 就是我们这个 已经被机械化非常 人跟人之间 已经不太信任了 一直没有办法产生 很多的各种精神性的疾病 比社会行为的偏差 居然都是靠过毛小孩 能够得到 可能是得到一个悲勇跟目标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创新能量 那我现在先放一个五分钟的短片 对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在美国 他们有一种 就是在社区 叫做PFW 就是PFW Wonderful Support 他们就是社区之狗 如果说社区有人需要防释 狗的防释的话 他们会带去 比如说他们自己生病的话 可能不适合养狗 或者是老玩家 或者狮子人 他们家里没办法养狗 那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去防释这样的一些病患 那也让他们其实 像在社会边缘的人 可以得到一种温暖 对 我看一下这个 他不一定是在通俗 这是一种温暖的 我肯定是要靠谱的 就是互相比较渐的 我很想要靠谱的 有些人生的生命 在每年 gener他做生命的生命 要在每年青少女 和少女 和年少女 她支持自己 中年少女 和小女 因此我支持他们的本当は有意识 我好多喜欢他们的支持 的经历是很发生我们的发展 一些人需要承受最好的公道 日本有多优优优优独播flow 包括他们保障的保障 包括兴 Qings 奖元人和 같이渠达 有十多优优独播 有多优优独播务的 不同居住的生活 在产生中 它尤其是在同月的 优优独播剧场 会牌中生的 활동 并且我继续在表達一样的创意 我来到这个教育的教育 我来到一个教育人的教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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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